1835年 产业革命春风席卷下的德意志 发生了一件大事 世界上第一间现代铅笔工厂 在纽伦堡建立 标志着铅笔正式在画材界出道了 1662年 弗里德里希·施德楼 开始手工制作世界上最早的铅笔 但当时的铅笔 无论外形和功能都与现代铅笔相去甚远 作为书写工具 它与绘画之间还没有产生交集 1761年 法博卡斯特改进笔芯制作工艺 铅笔的科技术被正式点亮 发展到如今 铅笔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绘画工具 广泛适用于各大绘画门类 经过300多年的发展 铅笔产业已经相当成熟 各类品牌多如牛毛 那么铅笔品牌之间 到底哪家最厉害 谁的性价比最高 哪个又最适合小白使用 打开购物车之前 我先逐一为大家介绍 目前国内可以买到的几款 常见产品的特点 施德楼作为世界上最早的铅笔生产商 底蕴深厚 拳头产品为南杆铅笔与黑杆碳铅 南杆8B铅笔时期明星产品 笔芯粗不伤纸 是市面上着色能力最强的选手之一 回博家由法博卡斯特的工厂发展而来 定位高端 绿杆9000系列是最早采用 HFB标记笔芯软硬的产品 产品笔芯杂质少 排线时手感特别顺滑 中华铅笔 货量充足 购买方便 足够应付我们的日常练习 南杆8B适合 暗部话不中的同学 玛丽的铅笔不如自家颜料出名 但低调不代表产品不好 玛丽铅笔芯软 容易上色 最大B数为12B 黑白灰关系拉不开的同学 可以关注一下 马可 他们家的铅笔特别好笑 木头可能有科技吧 产品的外观很漂亮 笔芯稍微有一点点硬 适合灰面部分的作业练习 三宁是不少艺考生最早接触的国外铅笔品牌 当年大家喜欢它 是因为它笔芯软 上色效果出色 其9800系列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体来说 铅笔从诞生到如今 已有300年的历史 各大品牌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不明显 并且作为一种耗材 性价比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要画好素描需要海量的练习 也会用到海量的铅笔 所以我有必要说明一下上述这些品牌的单品价格 施德楼栏杆 施德楼栏杆 单支5元左右 辉伯加9000 单支5元左右 30-9800 单支3元左右 中华8B单支价格2.2元 马力12B单支价格1.2元 马可7001 单支价格1元 以上价格均参考各品牌 天猫旗舰店 要是让我推荐 国产的2H制8B套装 外加一支施德楼单支8B 完成我们日常的练习 甚至是一些长期作业都已足够 当然 如果你资金充裕 可以把这些铅笔都买来试一试 毕竟画画的时候 画材是永远不会嫌多的 再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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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感谢观看